接著我們就要繼續教牛頓運動定律了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就是比較重要的 題目變化比較多的 需要靠計算的 二年級的時候學過 物體受力之後有兩種作用 兩種影響 請問你 你還記得是哪兩種影響嗎 物體受力之後會有兩種作用 兩種影響 哪兩種影響 帥哥男三三 三 三三 兩種影響哪一種影響 形變還有什麼 變形 不是方向他不是講方向 你報他的答案吧 一個叫做會產生形變 一個叫做運動狀態改變 什麼叫做運動狀態改變 大小或者是方向 就是改變運動狀態就是有加速度的意思 就是改變運動狀態就是有加速度的意思 就是速度改變嘛 叫做有加速度嘛 所以施力就會產生加速度嘛 有力 所以我們八年級的時候學的是行變嘛 補課定律嘛 現在要學的是叫做運動狀態改變 就是速度改變就是有加速度的意思嘛 就是有加速度的意思 就是有加速度的意思 好所以力量就會造成加速度 加速度就是速度會改變 然後你當然你知道 施力越大加速就會怎樣 越大 那還有什麼因素會影響到你的加速度呢 除了你的力的大小之外 還有什麼因素會影響呢 這個是空空的車子很好推 裝滿的車子很難推 空的車子很快可以推很快 裝滿的部門推很快 這表示我們的因素還有誰 空的跟滿的差哪裡 差質量很好 差在質量 所以質量也會 除了力的大小會影響到加速度的大小之外 質量也會影響到加速度的大小 質量也會影響到加速度的大小 所以加速的大小會跟受力大小有關 會跟質量大小有關 會跟質量大小有關 你當然知道質量越大 就越不容易加速嘛 OK 所以 這個牛頓 第二運動定律 物體受外力作用的時候 會沿外力的方向產生一個加速度 Keyword叫做沿外力的方向 Keyword叫做會產生一個加速度 它的公式寫作F給MA F叫做外力 單位叫做牛頓 然後質量叫做公斤 加速度又是公時秒平方 所以 一公斤的東西產生一公時秒平方的加速度 公式寫作F給MA就夠備好 以後拿它出來用 拿它出來算 延力的方向會產生一個加速度 加速度的怎麼計算 方法叫做F等於MA F就叫做外力 M叫做受力的質量 A叫做加速度 單位呢請注意 我這裡的力量的單位叫做什麼 牛頓 那一公斤的東西產生一公尺秒平方的加速度 這個D的大小我們稱為E牛頓 我們就稱為E牛頓 好請你要會知道F等於MA 知道它的單位 注意F的單位叫做牛頓 這F的單位叫做牛頓 一公斤產生一公尺秒平方 這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公式備好 那請了解 你看到F等M就知道 如果合力不是0 F不是0 A就不會是0 所以有力就會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是什麼 有受力 所以前面告訴你說 以後只要看到等速或者是等速度 就要想起一件什麼事 合力是0 合力是0 沒有要說合力是0 所以有力就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就會有力 然後呢就是配合牛頓一 如果合力是0 就會等速 近者橫近 動者橫坐 等速率直線運動 等速度運動 所以我提示過你 以後考卷上看到 等速或等速度就要想到 合力是0 合力是0 OK